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第六百四十二集 银翅叶叉呀 背后这个双翅轻轻一抖 一股银霞从上面狂涌而出 那将这三个妖物同时席卷其中 随后光芒一闪 几个妖物就隐匿不见了 这个时候啊 在昆吾山半山腰的石亭子处 一只五色孔雀 刚刚从这光木中探出伴儿拉身子来 那当然了 对这一切韩丽自然是不知道的 韩丽此刻呀 脚尖点地 身体犹若无物一般 一档树杖多远 拐了几个弯啊 这白玉广场早就甩得无影无踪了 石阶的两旁都是一些高大的灵树 那其中呢既有韩丽认识的 也有从没见过的 他颇有兴趣地望了两眼 这些树木在这昆吾山中 也不知道长了多少万年了 就是原本普通的灵木 现在都已经成了上好的炼气材料 不过呀 韩丽自然不会为了这些东西而放慢脚步 走了大约一刻钟之后 眼前是豁然一亮 终于在远处隐隐看到了一大片的阁楼 韩丽面露一丝喜色 当即身形加快了几分 转眼间就到了石阶的尽头 但随即神色一动 止住了脚步 因为面前呢 是一层白蒙蒙的光幕 横在了身前 透过光幕看去 后面赫然是一堵青色的巨墙 有六七杖之口 把后边遮掩的是严严实实 但是面对石阶处则有一个高大的碑楼 可以隐隐看到墙后的大片的楼宇 而在碑楼显眼的顶部呢 用银粉书写着筑灵堂三个大字 韩丽的目光四下望去 这光幕宽广异常 把这庄园般的筑灵堂 全都照在了其中 并没有什么可以巧入的窍门 看样子呀 当年封印此山的上古修士 临走前开启了所有的禁止 把这里的一切都看护住了 也许他们想着 以后还有机会重回到此山当中吧 韩丽心中默然地想着 但是动作上毫不迟疑 这绣袍一抖啊 一道金光是飞射而出 狠狠地斩在光幕上 就听到滋拉一声翠响 飞溅锁化的金光 以仗锋利 硬生生地劈进了光幕 持续深处 还是不得不停滞了下来 随即破开的光幕白光大放 又要重新弥合的样子 韩丽这眉头一皱 抬手冲着光幕一点指 嗖的一声啊 飞剑立刻就飞射而回 劈开的光幕再次合上了 望了望这足足有 胀血后的光幕 韩丽姑娘一下 即使动用巨剑术来攻击 恐怕都不会见效的 毕竟像这样的屏障类禁止啊 若不能一击毁去 几乎可以瞬间就恢复如初的 当然呢 若是韩丽有心 也可以放出世金虫来 慢慢地吞噬光幕上的灵力 估计花个几天的时间呢 也就能破掉这个禁止了 但是韩丽又哪有这么多的时间 慢慢等下去啊 只是略微一盘算 他心中立刻有了个决定 单手往腰间杵袋上一拍 一个拳头大的光团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出现了一把样式古朴的羽扇 表面上金银红三色灵芒是闪动不已 冲着空中一招手 此扇发出一声凤鸣飞落而下 落到了韩丽的手里 随后呢 韩丽不客气两手一搓 光芒大放之下啊 此扇一下子化为数尺大小 韩丽单手持扇 目光冷冰冰地望着眼前光幕一眼 微微一晃手中的宝扇 就听到扑的一声 在他刻意地控制体内法力的情况下 扇上虽然同样涌出了一股三色火焰 但是呢 这一次此火并未化身成火缝现身 而是直接喷在了光幕上 结果火焰所过之处犹如春阳融雪 光幕顿时 以肉眼的速度迅速地融化消失 那转眼间呢 一个大洞就出现在光幕上了 韩丽目光一闪 把这手中的三燕扇一收 那身形随即化作一道青红 是直接射进了光幕之中 青红光滑一脸 韩丽在杯楼前显出了身形 然后转头看了一眼 只见就片刻的之间呢 光幕再次弥合起来 韩丽随小露出一丝苦笑来 看来出去的时候 还得再多费一番手脚才行啊 想到了这儿 他又检查检查体内的法力 虽然因为有动过一次三燕扇的经验 那这一次操纵死扇呢 只用了小伴的威力 但仍然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法力啊 他摇了摇头 一转身 大步向石墙后的中楼阁走去 前边几座楼阁式样一样 都是两层大小 十余丈高的小楼 韩丽随意地走进靠近入口处的一座后发现呢 里边呢是空空荡荡 除了一些桌椅板凳几乎是空无一物 那似乎只是专门工人休息使用的地方 看来即使有些私人物品 那也在上古修士撤离的时候 早就收拾得干净了 虽然心中有所预料啊 韩丽还是轻叹了口气 如此一来 他对其他的楼阁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那果然如此 一连把几处楼阁都转了一圈 同样是一无所获 下面的其他几座呢 仿佛仓库一样的石屋 也同样是空空如也 那无论是里面石架石台 还是一些巨大的金属箱子 全都是空空如也 连一些炼器材料的影子都没看到一点 这让几乎转过了小半地方的韩丽 大感的气闷 当韩丽从最后一座石屋中出来的时候 人却出现一座石垫的前头 这石垫呢 看起来没多大 那至多百余杖之广的样子 但是通体是赤红颜色 犹如一层火焰 在整座石垫表面燃烧一般 韩丽望着店门上挂着的火红牌匾 低声喃喃自语一声 化灵店 虽然只是站在店外 但是一股炙热的气息啊 就已经从店内向外扑面而来了 韩丽心中一动 随即双手一背走了进去 结果人才刚走进店门呢 两耳当中立刻传来雷鸣般的轰隆声响 这让韩丽双目一眯 目光急忙向店内依撒而过 只见呢 只有数十丈广的大店内 红霞阵阵 十几根火柱是直直 树立在大店四周 上面盘着一条条赤胶雕像 栩栩如生 从胶手中喷出一股股红霞 宁而不散 全照在大店最中间的一个锯顶之上 此顶六七之高 适样古朴 那相比韩丽以前见过的炉顶呢 算是个庞然大物了 但是让韩丽心惊的是啊 此物被红霞断烧的通体赤红 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表面散发的炙热的高温 即使相隔二三十丈远去 仍然让韩丽有一种 犹如置身火山般的感觉 而韩丽进入这个店后呢 不但是口干舌燥 肌肤更是立刻有一种 针刺般的火辣辣的感觉 相信若不是护体灵光 自动形成了一个清蒙蒙的光照 韩丽都怀疑 进入此店的一瞬间 就要吃一个不大不小的亏 不过遇到这种情形 韩丽不怒烦喜起来 她的目光在这些火上一扫啊 落在了巨顶之上 此时 此顶在大殿中间一动不动 但是从顶中发出阵阵的雷鸣之声 以韩丽的炼气经验 这般情形啊 这顶中应该一直在锻炼着什么东西才是 看来啊 总算是不至于空手而归了 心中这么想着 韩丽吐了口气 躲过那一股股喷射的红霞 身形灵巧的几晃之后 就从容地走向了炉顶 在离顶六七丈的距离的时候 韩丽脚步一缓 同时神识感应到顶的表面 蕴含着惊人的火灵力 围着此物缓缓地转几圈来 啊 不管里边有什么东西 经过如此万年的锻炼 也肯定早起了未知的变化 即使好奇心大起 也不会贸然的就这么打开的 七八圈之后 韩丽的脚步一停 若有所思地开始朝大殿 其余的方向啊 扫逝起来 如此多年过去 这些火柱和锯顶仍然在作用着 附近肯定有什么法阵 常年处于激发当中 韩丽要做的 就是找出法阵的控制阵眼 加以摧毁 将四周的火柱暂时停下来 才可取保 因为这个法阵只是控制型的禁止 根本没有丝毫的掩饰和藏匿 结果片刻之后呢 韩丽就瞳孔蓝芒一闪啊 木然盯住了大殿某一处 不起眼的角落处 嘴角泛起了一丝倾笑 他不再理会据顶 单手一扬 一道仗取长的金光 从手心处直接喷射而出 一下就积在了那角落的某处地面上 轰的一声声响啊 此角落在一团金芒中爆裂开来 十几根火柱光芒一闪 胶手喷吐着红霞同时戛然而止 金芒消失之后呢 一个涨许的大坑出现在那里 在大坑周边还散落着一些破碎的阵盘残骸 那一口数寸大的金色的小剑 悠然地漂浮在大坑的上空处 飞剑这一击 竟然将埋在此地的一个阵盘化为了乌有 受此控制的遍布整座大殿地下的一座中型法阵 自然马上就停止了运转 韩力微微一笑后冲远处一招手 飞剑呢一声呼啸后射回 哪一个盘旋 没入到韩力的袖里不见了踪影 此时没有火柱的补充 锯顶像的红霞呢终于渐渐地散去 但是韩力却没有马上注意据顶 反而低头凝望着地面 目光中蓝芒闪动 现出意外之色来 没有了法阵的掩饰 韩力才发现呢 数十丈深的地下全是一片的火红 整座大殿竟修建在一座极品的火池之上 怪不得四周火柱可以源源不断地 提供长久不摔的火侠了 韩力的心中恍然把目光一收 才用陵墓淡淡地望向了锯顶 想先透视一下顶中锻炼的 到底是何物在说 结果他又是一症 那因为入墓同样是火蒙蒙的一片 似乎比先前的地火之地呢 还要赤红得多 尚未等得看清什么 此顶仿佛通灵般地发出一阵嗡鸣 随之扑斥一声啊 一层赤红色的火焰浮现而出 将此顶再次包裹在其中了 韩力嘴巴微张 脸上全都是恶然之色 不过呢 眨了一下双目 略以思量之后 这脸上又露出惊喜的表情来 原来啊 这顶炉经过如此多年的淬炼 吸收的地火之力 早已精纯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竟让此顶由原先的普通的法器呢 自行进阶成了一件火属性的异宝 这才变得通灵起来 这种通过长时间灌注某种属性灵力 让法器自行升阶的事 哎 这修仙界以前呢 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得到的宝物也威力着实惊人啊 但此类宝物呢 大都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能形成的 当年 有些修仙宗门 曾一度使用类似的方法 来尝试炼制一些高阶宝贝 但是没多久 都纷纷放弃了尝试 因为这种方法呢 不但耗时太久 动不动就要上千年 那几代修士的努力 而且成功率低得可怜 偶尔有成功的呢 宝物的威力提升 也只是少许 与花费的时间和资源相比 根本是得不偿失 而眼前这个炉顶 肯定那不是古修士 为了用这个方法 提升宝物的等阶等等 而是多半啊 当时负责 化灵殿的古修 那应该在炼制某物 到了关键时候呢 没法停下 但是又因为什么 不得不撤离此山 那这才无奈下启动 殿内法阵 自行炼制顶中之物 大概他们还幻想着 自己或门人以后回来 还能重新取得此物 不过呢 这也只有在此山被封印了 不知多少万年的情况下 才会发生了 毕竟即使是上古修士 谁也不会吃饱了撑了 没事干 用地火催炼某物 上万年的 否则还没有炼制完呢 负责炼制的修士 就嫌大县来临 作画调了 韩丽眼珠微转 胡乱猜想着当年之事 护体灵光同时自行大胜 抵御着几乎 比先前高上许多倍的 炙热的高温 沉引了片刻之后呢 忽然单手往腰间一拍 再一翻转 手里多了一叠 蓝色的震旗出来 随后他身形在大殿中 飞快地晃动 一杆杆震旗 没入到大殿的各个角落里 随后一闪之下呀 韩丽又回到巨顶之前 重新打亮着 眼前之物竖眼后 口中咒语声响起 一层蓝蒙蒙的护照 紧接着出现在大殿之中 一下呢 把韩丽连同巨顶 同时照在其中 原本炙热的气息 在这水属性护照一击之下呀 也一下收敛了不少 那韩丽并没有罢手 一只灵兽袋 被随手寄到半空中 一条条半尺长的雪白的蜈蚣 斩动双翅的飞射而出 正是已经进化出的 一对翅翼的六翼双弓 这些蜈蚣一阵灵活异常的盘旋之后 在嗡鸣声中 全部汇聚到巨顶的上空 一个个是张牙舞爪 叙事待发的样子 韩丽这才放下心来 两手一搓 一层紫燕 木然的在一只手掌上浮现而出 然后不客气的虚空 向面前的巨顶一抓 一只蓝色大手 在巨顶上空浮现而出 然后毫不客气的 一把抓向了顶盖 巨顶轰的一下微颤 顶上的赤红火焰 一下子高涨被许 并瞬间凝结成了一只赤红的火鸟 口吐赤焰迎向大手 异样爆响 立刻在两者方一接触响起 这赤焰紫芒 闪烁交织之下 火鸟竟一时抵住子手 未让它立刻压下 韩丽见此啊 目光中闪过一丝异色 但口中毫不迟疑的发出一声嘀呼 原本盘旋在巨顶上空的十几条六翼双弓 闻听此声 立刻同时一张大嘴 一股股白萌萌的寒气从空中 狂涌而下 一下把那火鸟及下边的火顶啊 同时照在其中了 与此同时啊 韩丽也抬手冲着紫罗集火所化的大手 凝重的一点指 此手在法爵一摧之下 凭空狂掌被许 配合着六翼双弓的寒气 更是威势惊人 五指俱立之下 终于一把抓碎了赤红火鸟 然后子手毫不迟疑的 向下方顶盖一捞 就听到当的一声轻响 原本以此顶神通 肯定不止这些威能 但毕竟啊 是弃物成灵 且没有主人驱使 竟被韩丽轻易的 把顶盖一下积飞树丈远去 里边是红光一片的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下集观众 共申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